第一场我们是讲自杀防治的新进展 我本身是在新光清晨科担任主任还有集系密房主任 过去是在台大脑新所取得硕士 今天演讲主要的资料来源是我们的全国自杀防治中心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台湾自杀的现况分析 一如刚刚李教授所提到的 台湾在83年到94、95年 这十几年的时间 我们的自杀死亡率其实是节节攀升的 所以在94年底 卫生署署长侯胜茂先生 就是敦请我们的李云斌教授 成立全国自杀防治中心 隔年虽然自杀死亡率还有攀升 不过可以看得出来 在过去16年当中 其实我们的自杀死亡率 有下降的一个趋势 可以看到在COVID-19的第一年 就是109年 事实上台湾的自杀死亡率 其实是有下降的 不管是总人数 还是我们的初死亡率 以及依照WHO 西元2000年所颁布的标准化人口组成 标准化的自杀死亡率也是有下降的 接下来我们从不同年龄层别 来看自杀死亡率 那我们可以看到年纪越近 这个自杀的死亡风险其实是越小的 那依次就是说年龄越大 我们的自杀的死亡率 就是其实是越高 所以其实自杀最危险的族群 看起来确实是年纪越高 特别是长者 好那这样的一个趋势 其实是跟世界的趋势是相一致的 那这个是WHO 他们的统一的这个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年纪越高 他本身就是自杀越危险的族群 相对来讲就是年纪低呢 风险是比较小的 好那我们看到说 原来这个自杀 在年纪高的族群风险是比较大 那至于COVID-19呢 一如我们所知 其实他也是以年纪越高 遇到的这个风险是越大 那这边是看到 就是截至5月27的资料 事实上主要的死亡者 看起来都是年龄大的这个族群 好那这是去年 就是去年第一波这个Delta的疫情 我们知道在去年的5月到6月 就是从这个茶市 汪华茶市这边 散播出去的疫情 因为主要影响的都是 我们的高龄族群 这边那时候其实疫情 确实是造成相当大的冲击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 年纪越大 他的重症率还有死亡率是越高的 甚至在80岁以上 他的重症率是43% 而致死率呢 则高达27% 好那我们知道接下来呢 陆陆续续 就是透过政府 还有民间机构的捐赠 有很多的疫苗运到了台湾 不过在陆陆续续接送的过程当中呢 也有很多人在接送疫苗 也许是几小时或接下来的几天之后呢 发生了这个持续一项关联的这个死亡 特别是老人家 所以当时有很多人就开始却步 就不敢去打疫苗了 那确实如果以到5月24的资料解释 如果撇开比较年轻 就是青少年还有儿童才刚开始打没多久的族群 不讲 以我们18岁以上成年来说 年纪越大呢 事实上这种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的比率 确实也都是越低的 那今年1月1号呢 一直到目前 这是统计到5月19的资讯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台湾已经有100多万人感染 那至于重症还有死亡率 比例跟去年看起来 确实透过疫苗 那老人家 特别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 中重症的比例是大幅的下降 但是呢 确实他们也还是相对比较危险的族群 好比说这个在我们大于等于90岁的老人家来讲 感染到COVID-19呢 他的死亡率还是高达2.7% 好 那我们也知道说 其实我们的新闻媒体也断断续续在报道说 有很多人呢 染疫之后也康复了 但是在康复之后呢 他们会出现所谓的long COVID 就是所谓的新冠长期的症状 那这个是意大利 我们知道意大利在COVID-19的第一年 他们的疫情很严重了 那他们事后呢 去回顾性的去分析好 这些染疫 然后中重症 有住院的人 那他们后续好 出现哪一些所谓的长期新冠症候群 最常见是疲倦 那还有呼吸困难 以及关节痛 胸痛 咳嗽等等 那看起来比例相对的还不算低 还不算低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们知道有很多人他染疫 他很可能就会想说 哎呀我年纪大 又染疫了 那以后很可能会有很多的所谓的后遗症 就是这种新冠的长期症候群 于是就透过报章媒体杂志的这个宣 也许啊 就是报导 那很多人就因此呢 衍生一些不太影响的一个状况 好比说 在去年五六月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万华是这波 那波疫情相对比较严重的 那那时候呢 这边新闻就有报导提到 有一位摊伤 他呢在染疫之后 五月中旬去医院 CT值高达36点多 后来他的PCR呢 时阴时阳 我们知道其实时阴时阳 然后PCR36 把这个CT值36点多 他已经染疫后痊愈了 但因为他之前就是被隔离了 然后可能又担心染疫会有后遗症 好等等的相关的因素 那这种他是选择轻生 所以看得出来 就是那一波的疫情对加 确实引起许多的恐慌的反应 好 所以呢 中心自杀防治中心 在卫福部的指导之下呢 我们也去review了 国际研究当中提到的 Covid-19或者大型传染病 对老年人 还有长照服务使用者的影响 那会造成老年人 还有长照服务者 他们就是使用者 他们忧郁 以至于自杀的危险因子 包含以下这些 包含这个隔离期间 社会支持是减少的 他们的财务呢 是深受影响的 自由是受限的 然后这些影音媒体常常在报导负面的讯息 然后他们就医的医疗资源也受影响 因此也有可能会提高他们的忧郁以及自杀的风险 就像我们刚刚所看到的那样的一个案例 好 所以回过头我们来看一下 65岁以上台湾老年人的自杀现况是怎么样的 好那这边的数据呢 是从95年 一直延续到这个Covid-19影响台湾的第一年 109年 那从这个图表我们也看得出来 65到69岁 事实上风险是相对低 大概年纪越大 包含说70到74 再往上绿色的呢 则是75到79 再往上是80到84 甚至最后是85以上 一样年纪越大 这个自杀的危险性也是越高的 好 那我们中心呢 就做了一个这个转折点分析 就是要研究说 在这个14年当中呢 自杀身亡率在老人家身上 到底也没有逐渐的得到控制 好 那总体的分析来讲 65岁以上是有的 好是有的 那但如果我们分不同的年龄层 好所谓分群分众 进一步来解析的话 我们会看到 65到69岁呢 是有进步 而红色线的是70到74岁 也是逐年有下降 但是75到74岁 就是绿色线的部分呢 看起来 这么多年以来 大概就是持平的一个状况 好 那紫色线这个80到84岁呢 在95到101年之间呢 是有下降的 好 但是呢 在101到105中间 好 看起来又停滞了 那 在105到109左右 则又相对出现一个下降的趋势 那最后最后则是这个 大于85岁以上 好 看起来这么多年来 好 则是持平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中间就进一步分析说 好 我们知道老人家 他们会 呃 想不开 好 会亲身 其实透过很多通报 还有国内外的研究发现 跟身体的慢性疾病 好 非常有关系 所以我们进一步去分析说 好 健保资料库当中呢 像不同的老人家 好的族群 他们在自杀死亡前一年 好 各个疾病的诊断是怎么样的 好 那么就有很多的精神疾病 特别是忧郁症好 本身是自杀的高耗发的族群 那事实上如果以65到74岁来看 这个精神疾病 在2016到2019年 这四年的健保资料库的数据 大概都是50%到60%左右的 自杀身亡者 前一年 确实有精神科相关的诊断 但是呢 更多的 确实是其他的身体的问题 包含循环系统 比如说慢性的这个心衰竭 然后呼吸系统 比如说COPT 废气肿 还是这个消化系统 比如说这个 胃部的蠕动 开始有问题 还是这个肌肉骨骼的问题 比如说严重的骨松 压迫性骨折 以及呢 其他的症候 这当中最常见的 就是所谓的慢性的失眠 慢性失眠 那我们看到 这个比例是一个比一个高 也是说老人家 他们常常都是说 有很多的慢性的共病的存在 那如果我们进一步去看一下75岁以上 75岁以上 自杀的死亡老人家 他们在健保资料库当中的分析 本来75岁以上呢 得到精神疾患的诊断 前一年呢 是比65到74是来得低的 但是其他的这些身体的疾病 比例确实来得更高 一如我们所想的 因为年纪越大 很多慢性病的发生率 就可能越高 譬如说他可能合并这个黄斑部退化 导致他呢 就开始视力不良 日常生活都要依赖别人 在这个状况之下 有些老人家可能就会兴起一些负面的念头 那什么原因慢性病会造成这个状况 那这个是Biological Psychiatry 在精神科260本的期刊当中 大概排名第7左右 营用率影响力非常高的一个期刊当中 他其实就告诉我们 如果一个人中期医生 只有族群 他的得到忧郁的机会是10% 那谁会比这10%更高 很多的身体疾病都会 包含说有慢性心脏病 他医生得到这个忧郁症的机会 是17%到27% 那如果他有阿斯海默症 是30%到50% 那至于巴金三世症呢 刚开始的阶段或许机会还不太高 到后来疾病严重度上升 甚至可以高达75% 那至于癫症呢 控制不好的也高达5成5 那底下也可以看到慢性疼痛 我们知道有很多老人家 因为骨头退化 骨松有慢性疼痛 他们得到忧郁症的机会 是一般族群的三倍到五倍左右 由此可见 其实慢性疾病 确实更容易会导致忧郁 那为什么 那研究跟我们讲 我们身体处在慢性疾病或发炎感染当中 我们的白血球会释放大量的细胞激素 包含这边所提到Interleukin-6 还是这个TNF-α等等这些细胞激素 那他们在我们的中枢神经 造成的净效应是什么 净效应是讲 会让我们的快乐荷尔蒙 包含说我们的血清素 多巴胺 最终会越来越少 然后大脑分泌的神经滋养因子 就是修补那些脑部 开始造成的损害的神经滋养因子 则是分泌也越来越少 结果呢 净效应就是大脑开始萎缩 包含说神经细胞萎缩 神经源跟神经细胞之间的连结也削弱 那净结果之一 就是一个人开始忧郁焦虑 好 那所以呢 我们看这个是一个所谓的统合分析的图表 先看最底下 如果一个人 透过这种所谓的统合分析 或者又叫做统合分析 一个人他终极医生 因为自杀而身亡的比例 每一年是0.014% 那终极医生呢 是0.72% 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个 或然率当作1 就是标准化死亡率当作1来看 那谁呢 会相对的高很多 我们来看一下 这SMR标准死亡率 谁会高很多 就是之前曾经有自杀企图者 这也是我们台湾自杀关怀访试员 每天每一年都持续在进行这个自杀 忌徒者的最终关怀访试的这个对象 就是依据这样的一个研究所进行的 那还有谁呢 我们叫忧郁症就是 所以当一个人呢 因为身体的慢性工病 特别容易让他曝露在忧郁症当中 而忧郁症呢 他的这个自杀死亡 会是一般族群的20倍左右 高达了20倍的风险 因此呢 中心在卫福部的这个指导之下 我们其实也陆陆续续的发表了一些 很重要的一些电子的参考的文献 还有期刊 那当中也包含说 长期照顾者的自杀防治 还有呢 医院的自杀工作的手册 以及呢 我们也关注到家庭照顾者 他们也担负了很大的压力 也容易有这个老人照顾老人 暴露在更高的忧郁 甚至自杀风险当中 所以这些都是政府持续在关注的 那至于回到我们的老人家 还有长期照顾服务使用者 有什么样的建议 那建议是这样 我们必须要教导老人家 怎么样去使用网路啊 还有电子设备 去譬如说 简单的去进行线上看诊 然后我们要提供独居者 还有老人 足够的食物啊 饮水啊 还有基本的药品 那照顾员尽量维持同一个 稳定的这个方式 那第三呢 我们要减少长时间 给他们那些负面讯息 相对有机会 我们要多多给他们正面讯息 然后我们要给予他社会支持 减少因为疫情封锁呢 造成了孤寂感 还有害怕染病 那当中我们来举例 什么叫做负面讯息 什么叫负面媒体的时间 他比如说 在四月的时候 我们的新闻台 有一台 收视率升高的新闻台 他就有这个新闻 他花了十分钟 做了一个专题报导 报导什么呢 报导说 国外研究指出 新症后遗症 比重症更趋劣 这个在逻辑上想 好像就不合理 对不对 但是他很认真的 花了十分钟的时间 在做报导 但是后来呢 有一些有良知的媒体 他就在 透过专家 去解读他引用的文献 结果发现说 根本他就是 误解读 根本就是错误的 他所引用的 其实是大陆的一篇研究 那一些有良知的媒体 他就请国卫院 这个专任的 这个主任 医师级的 这个研究员 去针对这个 他引用的文章 去做解读 结果发现 根本就没有提到说 新症后遗症 比重症更剧烈 但是我们知道 其实虽然现在 大家不看报纸 但是大家是常常 在看电视的 我们的电视媒体呢 收视率最高的新闻台 竟然花了十分钟 在散布这些 误导大家的讯息 这会造成很多人的 恐慌反应 特别是其他的资讯 管道来源 相对有限的老人家来讲 就会造成很大的 不良的冲击 所以 对啊 又有什么样一个 比较好的一些资讯来源 譬如说 在我们全国自材防治中心 有防疫专区 当中就有提到一些 自我协助的文章 包含说 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 疫情期间的 污名化的现象 然后疫情期间 我们慢性疾病的患者 要如何去维持身体健康 当中我们的 中心的专员 都有专闻去介绍 那当中也有一些 好文分享 当然提到说 COVID-19 对老年人心理健康 造成什么的影响 要怎么样因应 然后怎么样去促进 COVID-19期间 老年的身体健康 那另外一方面 其实中心也有 在Facebook 成立这个 真爱生命打气网 每一天 都有发表新的文章 当中 每一个月 我们都有一些专题文章 比如在去年的五月 台湾的第一波大的疫情爆发之后 我们有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文章 当中都参考了许多国内外重要的论文 然后用我们的专员去做专业的解读 还有撰写 所以大家如果在照顾临床的老人家 还是照顾自己的亲友的时候 如果有发现相关的问题 不妨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去看看 去参阅一下相关这些资讯 好 那我们知道说 武汉肺炎在第一年 它最后造成事件很大的冲击 那最常见的症状 一个警讯症状就是发烧 那在去年 就是日本 他们也做了研究 一个人怎么样去察觉 他感染COVID-19 最主要 一样就是发烧 发烧 那发烧 我们赶快去做筛检 对不对 那相对来讲 如果一个人情绪有变化 我们要怎么样去量测呢 那在这边就要跟大家介绍 一个心情温度计 那心情温度计呢 它是李明斌教授 在台大服务的期间 协同那边的同仁 所研发出来的 它是一个方便 简单易用的一个工具 主要是问的问题 很简单 就是问说 在最近一个星期当中 包含今天 以下这五个问题 完全没有是零分 到亲 就是轻度还是非常厉害 依序从一分到四分 那这五个问题包含说 会不会有睡眠障碍 第二会不会紧张不安 第三会不会容易动怒 第四会不会感觉忧郁 第五会不会觉得比不上别人 如果这五分的加总 分数达到15分 甚至更高 那务必务必务必建议大家 就要请亲友赶快去寻求精神医疗的咨询 那最后还有一个附加题 是有没有自杀的想法 如果这个题目 它的分数有两分 甚至更高的话 一样建议要赶快寻求精神医疗的专业咨询 好 那没有资本怎么办 大家现在手边呢 都有方便使用的智慧型手机 可以赶快扫描一下这个QR Code 那当中 这是一个免费的软体 当中就可以看到这个心情温度计 帮我们量测 我们最近会不会有这些睡眠障碍 还是心情容易忧郁焦虑 动怒的状况 它可以帮助我们定期检测心情 那它当中也会留下 我们过去几次测验的记录 帮助我们定期review 那另外刚刚我们看到 中心所出版的电子书 当中也可以直接 看到这些相关的PDF档 那最后则是 当中也很贴心的 有针对我们所处的位置 去列出这个心理卫生的相关的资源 包含诊所 各级医疗院所 还是身心精神科 通通上面都找得到 所以强烈建议 大家要下载这样的一个 好用的心情温度计 好 那如果它是有状况呢 我们当然就要针对它的状况 去做处理 如果像刚刚看到 万华那个案例 经济困顿那怎么办 赶快我们就要拨打这个社会救助专线 1957 那如果它是染疫 身体疾病不舒服 那就要赶快寻求医疗协助了 那如果它是年轻人 只是轻症 但是它又不想就医 那怎么办呢 赶快请他先打这个电话咨询 所以呢 透过这个心情温度计议 对一个人的心情做量测 我们就可以因应 我们所量测对象的心情 去做出一些好的回应出来 好 那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一个图 年纪越高 我们知道自杀风险越高 那庆幸的是 在过去的这16年当中 透过全国自杀防治中心 还有全民的努力 老人家的自杀死亡率 其实慢慢慢慢有在下降当中 但是我们却看到我们的年轻族群 在过去三年左右 自杀的死亡率 似乎却有逐步上升的趋势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分群分众 我们来看一下15到24岁年轻人 过去几年的自杀现况 那自杀死亡是一回事 另外有更多的这些年轻族群 他们有自杀的忌徒 就是他们有行为 那后来可能是有就医 或者在学校就被通报 那可以看得出来 在15到24岁这样的一个年龄族群 在过去的三四年当中 自杀通报的树木次 节节上升 节节上升 仿佛做了火箭一样 那在我们小于等于14岁的族群当中 一样在过去的三四年当中 也是节节攀升 一次我们就在想 奇怪 就算我们的教改 或许还有一些有待在进一步 强化的地方 但是有什么道理 过去三四年当中 我们的年轻族群 却很容易去产生一些自我伤害 甚至是自杀的举动 自杀的企图呢 我们就尝试从多个面向去进行分析 好 首先呢 我们来参考一下国外的文献 好比在这个Drama的Sychiatry 这是精神科260本的文献当中排名第三左右 应用率也是非常高 2020年他们公布了一个研究 他们发现 在美国也观察到一个现象 就是从2011年开始 美国的10到19岁的青少年自杀死亡率 也是很显著的 有这个上升的趋势 那在其他的年龄族群当中 其实是看不到这样一个很明显的上升趋势的 那于是专家就在想 也在探究说 到底是为什么 到底是为什么 那陆陆续续 当然有一些论文的发表 但是其中有一些学者 他们就认为 社群网络的使用的发达 很可能扮演其中一个角色 好比说Instagram 这样的一个社群软体 很可能就有影响 那Instagram呢 它是在2010年10月的时候发布的 那在2012年呢 由Facebook 以10亿美元去收购 那到了2021年1月的时候呢 Instagram的全球活药使用者 已经超越了10亿 地球人口的七分之一 都是活药的使用者 那在去年 就是9月的时候 陆陆续续 有一些一样 就是我们的新闻媒体 开始进行一些相关的资讯的公布 就是在去年 美国他们有一个脸书的前员工 就是他担任一个缺少者 他就跟美国的国会举发说 其实Facebook在过去几年当中 他有研究 他旗下的Instagram 看起来会损害年轻研究者的新生健康 尤其是十几岁的女孩 内部的文件显示 他呢 已经让三分之一的少女 觉得他们的身体不够好 不够美 不够瘦 那甚至青少年 甚至已经开始 会因为使用Instagram 造成他们的焦虑忧郁的现象 那报告 他们内部的研究显示 有自杀念头的青少年当中 有13%的英国使用者 会把他们的自杀的想法 归因到Instagram的使用 而在美国呢 也有6%的经销能的用户 会归因到Instagram 那以我们所知 事实上年轻人现在 登入还是使用Facebook 实际是逐年在下降的 事实上Instagram 目前是年轻族群的主流 但看起来确实是有负面的冲击 负面的影响存在 好所以呢 去年年底的时候 Facebook一方面他就改名 改名叫做Meta 他就不敢再叫Facebook 趁机赶快改名 然后他也推出新功能 提醒使用者 不要再一直滑手机 看Instagram 企图去淡化这些争议 但是呢 其实美国有一些检察官 他们已经开始联手在调查 调查什么呢 Instagram是不是确实有危害 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但是他们的公司 却一直隐瞒相关的讯息 好所以呢 我们来回顾台湾本身的青少年的资料 这是台湾传播调查资料 顾在2020年做的研究 这是一个电话的抽样访谈 所以他的这个可信度相当的高 以2020年台湾的研究数据显示 台湾大概有六成的人在使用Instagram 六成的人 当中呢 以女性为主 大概有63% 而男性也有一半 50%左右 那青少年呢 每周使用Instagram的时间呢 大概是10个小时左右 平均下来一天大概是一个半小时 当中 尤其女性使用的时间 尤其是更久了 平均每一天将近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在使用Instagram 那他们进一步研究的访谈 有针对着Instagram的使用 还有使用者的幸福度来做分析 那每天使用少于10分钟 他是把它归类在轻度使用者 使用10到38分钟呢 归在中度使用者 那38分钟到两小时呢 归在高度使用者 两小时以上 则是重度使用者 那研究发现 随着使用的这个程度越重的人 他们呢 确实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 课业满意度 社交满意度 还是对自己的满意度 都是依次的下降的 依次的下降 那相对 刚刚是主观的感受 如果去回顾他们客观的研究 显示的这个客业表现怎么样 确实也呈现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 所以看起来 这个相关分析 所以相关分析就是说 不敢讲就是因果 不是说啊 你一定就是Instagram用太多才这样 很可能他就是开始忧郁焦虑 才一直用Instagram 然后相对表现在生活个人面向 就是呈现不好的状况 在这个所谓的相关分析当中 Instagram确实 跟一个青少年相关的这些生活面向的不良表现是很有关的 因此呢 中心也在卫肤部指导之下 实际上有发表这个网路与自下防治的电子书 在中心的使用 中心的网站上 也有教导我们的一般族群 怎么样去健康的使用网路了 然后也教导我们周边的亲友 怎么样去指导我们的孩子 去正确的去诱导他们 去避免网路的过度使用 好比说呢 要多用开放式的问句 反应式的去倾听我们的孩子的心理的想法 不要只是一位用命令责备批评的语气去跟他们互动 好 那只有这些社群媒体有影响吗 其实不然 我们也知道其实在过去几年 影媒体相当的发达 那在2020年这个资料库调查研究 也针对青少年去研究他们追剧的这个时间 那如果我们只看青少年 只看青少年来看 那台湾的青少年大概有77% 每个礼拜呢 大概会看3.5天的电视 当中国中比较多 高中少一点点 但大概还有3.5天 那会花多少时间呢 每天大概是一个半小时 每天大概是一个半小时 那这些青少年看的剧 大概是什么呢 最多的还是台湾偶像剧 那高中是这样 国中也是这样 那第二多的是韩剧 那再来则是大陆连续剧 台湾乡土剧 日剧还有欧美影集 那这个蓝色框框是代表说 高中显著高 就是低于国中 高于国中 就是比较多的高中的学词 他们会再看欧美影集 或者看一些动漫等等 好那为什么他们要看呢 比较多的这个高中生 他们觉得可以让人放松 但是国中生也高达59.7% 然后还有人是觉得 可以打发时间 还有看节目很享受 那唯一国中生比高中生比例高一点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家人在看 所以跟着看 大概是这样 然后呢 事实上也有很多青少年会觉得 从当中可以了解人际互动的一些关系 到底要怎么样去演进去推演 好 那另外他也研究说 这些国高中的青少年呢 会不会觉得自己已经看到有点网路成瘾 那看起来 大概是有三成五的人 就是觉得说 好像自己追剧的状况 似乎有一点点偏向 有一点要成瘾要成瘾的这个状况 好比说 看网路的这些戏剧的时间会超过预期 然后一看节目呢 就会停不下来 好 那大家收看的管道 包含我们熟知的 电视啊 或者Netflix啊 还是最近一年推的比较旺盛的迪士尼 还是最近这五到十年 越来越蓬勃的旺盛的YouTube 这些都是追剧的来源 但是好 一般追剧也就罢了 如果追到不该看的会造成什么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 在2017年的3月31号 那在Netflix上面 发布了一个戏剧 叫做汉娜的遗言 那他的英文叫做13个原因 那就是说 有一个少年 在这个走廊上看到 他心理对象 把生前录制的录音带 然后透过这个演剧 告诉大家说 为什么他最后选择亲身 那在这个戏剧 2017年发布之后 到了2019年 Drama Psychiatry 一样这是精神科 排名前三的一个期刊 有相当高的影用比 也就是说他的可信度相当的高 两年之后 他发表一个论文 发现 2017年 在Facebook Twitter上面 他们发现说 这个剧真的有很高的 这个上面 其实很多人在分享 说我最近也在看了 很多人持续造成影响 他们就去分析说 10到19年 10到19岁的青少年 在这段期间的 自杀身亡率 会不会有上升 那最终发现 确实是有上升 而且尤其是 男生的青少年 发现很明显的 自杀死亡率 在这段期间 很明显的 有上升的一个现象 因此在2019年的时候 WHO他有发布一个 给影音制作者的 一个预防自杀的手册 那中心一样 在卫福部的指导之下 今年有把它翻译成中文 那事实上 在我们的网站上 都可以下载 这个英文的PDF版 来给大家参考 好 那回过头我们来看 刚刚我们看到说 美国在台湾的101年 就是2002年左右 不好意思 这个开始 自杀死亡率上升 但是台湾的这个自杀通报 就是在过去三四年当中 快速的上升 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 Facebook 还是Instagram 这些社群媒体的发达之外 刚提到影音媒体也有影响 但如果我们去看 各个不同的学龄层 自杀通报的趋势 确实也是在大概 106、107年以来 逐渐 呈成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 那我们自己 试图去做了一些 本土的资料的分析研究 那我们发现说 台湾在这几年当中 确实有一些戏剧的节目 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 当中 有一部是在2018年 民国107年7月21号 在公示上映的 叫做你的孩子 不是你的孩子的 这个茉莉的最后一天 那这是我们中心的专研所 罗列的这个资料的分析 可以看得出来 在公示 礼拜六晚上这个黄金时段 这样的一系列的影集 这个茉莉的最后一天 有关这个自杀的这一部影集 事实上有最高的一个收视率 当时的收视率是0.83 意味着台湾大概有20万的人 同时在收看它的初步的发布 那后来呢 事实上在Netflix上面 也可以很自由的就看得到 甚至在一些非正规平台 也可以轻松的去搜寻到 这些所谓的没有版权的这些影集 可以收看 那这是公日他们自己公布 这个收视率 可以看到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在2018年7月的时候 创了一小波的这个收视率的 这个高点 那当时总收视率大概是0.69 但是一如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茉莉的最后一天 甚至达到0.83 相对又来的更高 那但有一些有名的 譬如说麻醉风暴 当时在之前 甚至创1.35 这个更高的收视率 好 那我们进一步就去 跟台湾的自杀死亡的青少年的数据 去做一些 时序上的一些研究 那结果发现 2018年 就是107年发布 当年 15到24岁的青少年 他们的自杀死亡人数 比起前一年 略为上升 但是到了隔一年 确实看起来 是更明显的有上升的一个现象 那如果我们进一步去 把15到24岁给拆分来 看男性女性有什么不同 那这边就呈现不同的数据 那绿色这个是男性 在这个2018年的时候呢 男性的自杀死亡的人数是1.22 但是到隔年 很显著的上升 那女性的自杀死亡人数在2018年 则已经比前一年上升 就已经是上升的一个样态了 那当中我们再进一步去分析说 从高处跳下 就是自杀死亡有不同的这个方式 从高处跳下 而如果我们去分群分众看 又是怎么样呢 那首先在男性的部分 我们看得到好 在2018年好 男性跳楼好 就是死亡的15到24岁好 比前一年上升 到隔一年数据则 更进一步串生到44好 那在女性的部分好 当年是略生好 到隔一年的话 则是也很明显的上升好 好 然后在这一年当中 这个自杀通报的总人次好 在15到24岁好 确实也是很明显 有一个上升的样态 然后如果依性别来区分 看起来在这一年当中 尤其是15到24岁的这个女性 亲少女 她的自杀死亡的通报数 确实看起来是节节节节的在判高 但如果我们进一步去看好 以高处跳下 再加上性别 这样的一个分析 看起来确实比女性 用高处跳下的通报 就是最后可能没有死亡 就是通报 也确实有这个上升的样态 那如果我们看好 因为这剧中当中 也牵涉到割碗的情节 在这个15到24岁的女性 也是节节的在攀升 那如果我们去看好 就是他们被通报的时候呢 勾选他们到底什么原因去自杀 家庭成员因素 在15到24岁的青少女当中 也是节节在攀升 那人际关系因素呢 在这个年龄族群也是节节在攀升 那事实上 中心每一年的7月呢 都会做这个电话的抽样调查 针对台湾2300万人 委托这个很有信誉的电话访谈公司 去做这个电话调查 那其中有一个BSRS5 就是刚刚看到的辛勤温度计 当中大于等于6就是我们认为 已经有状况的人 看起来台湾在这过去几年来 整体来说 所有的台湾人的分数 大概都还算平均落在这个区间 在108年还明显上升 有可能他是台湾总统大选的前一年 所以那一年风风雨雨比较多 在109年 总统才正式1月投票 看起来好像就回稳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15到24岁这个族群 108年的时候 他不仅攀升 而且攀升的更高 事实上在2018年 也就是刚看到 莫莉的最后一天发布的当年 事实上他是这个BSRS5 大于等于6分 就已经相对比所有族群来的攀升 就已经来的攀升 好 那因为后续还继续升高 甚至我们刚刚看到 自杀死亡 通报还是死亡人数 看起来还有上升的趋势 单一部影片影响那么大吗 事实上我们知道 不是单一部影片 好比说隔了一年 电影有出了一个叫返校 在2019年的9月公布 当中其实他也牵涉到自杀的情节 那女主角在这个影片 一个多小时的时候选择 用上吊的方式结束生命 那这部影片 最终全台的票房 高达2.6亿 甚至有两周是台北的周末票房冠军 2.6亿 因为台湾大概有100万人 100万人花钱到戏院里去看这部片子 好 那到了2020年 公事 在我们礼拜六晚上9点的黄金时段 又发布了这个影集版的返校 那当中有好几集是牵涉到自杀的情节 包含这个第一集第四集第五集还有第七第八集 那收视率都不差 受众的影响也颇大 那我们知道 有的人他不看第一开始上映 但是他会到Netflix去看 那这后续的效应 还是会有的 还是会有的 好 于是我们就要回到这个自杀概念分析来看 我们知道自杀有远端的危险因子 也有近端的危险因子 而在青少年的身上 媒体的传播与模仿 会是近端因子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 一个人就算忧郁被霸凌 但是如果他没有看过这些影音媒体 他很可能不会选择用歌玩甚至跳舞的方式 去因应他的痛苦 但是他看了这样的一个影音情节 他很可能就会脑中在不如意不愉快的时候 很自然的反射性就会兴起 好啊那我也去跳了算了 这就会造成很多不良的结果的产生 那相对我们来看一些远端因子 青少年又有哪些远端因子 很可能会造成他们会想不开 甚至去做自杀的这个举动呢 好 我们以比较近的资料来看 109年学龄层通报个案制造原因的战略是怎么样 国小国中高中大学 情感人际因素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子 这包含什么 包含家庭成员的互动 也包含感情上的互动 也另外还有影响就是精神健康 我们可以看到 特别在高中还有大学的阶段 这样的影响比例就是节节攀高 那校园学生问题呢 则是在国小还有国中学龄层 占的比重也相当的高 好 这个就是可能是远程一点的原因 好 那刚刚是我们在自家通报勾选的原因 如果我们进一步去看 学龄层通报当中有特殊身份的战略 特殊身份它意味什么 意味它已经有政府有在介入了 也就是说它的可信度更高 不是我随随便便问两句话 就决定它是什么原因 那看得到高中到大学阶段 经教列管个案来的比例明显的攀高 那相对来讲 家暴的被害人或者儿少被害人 他们总体比例在这个族群的各个阶段 大概都高达12%左右 甚至如果我们进一步看 自杀戏毒最不良的结果就是自杀身亡 在109年自杀死亡个案 生前曾经有些特殊身份 家暴受害人 他今天可能是被打 结果最后有高达9.3%的人 最终是自杀身亡 那家暴的相对人 也有高达10%左右是自杀身亡 那刚刚我们看完这边 我们就要知道 青少年的族群 影音媒体 Facebook 还是家庭关系 感情关系 影响都很大 都很大 那相对来讲 我们来看一下 精神疾病又是怎么样会影响他们 这是我们刚刚看过一个 惠粹分析或者统合分析的图表 那我们稍微很轻松的来看 刚刚有提到一个人一辈子自杀 如果把它当作一 当作风险比当作一 有谁比他更高 过去有自杀戏徒者 这个风险比高达38倍 那如果是重郁症高达20倍 那有饮食障碍 我们知道有些青少女 她觉得对身材不满意 她会厌食爆食 然后再催吐 那这个风险比 其实呢 比忧郁症来得更高 高达多少 23倍 那如果她有镇定剂 安眠药滥用 这个标准化的死亡风险 高达20倍 那如果她是混合性的药物滥用 则是19倍 躁郁症呢 是15倍 那如果是所谓马菲类的药物滥用 是14倍 那第3米 过去翻译叫轻郁症 是12倍 那强迫症是11倍 恐慌症是10倍 那绿色是稍微 倍率低一点 思觉失调8倍 人格障碍是7倍 酒精滥用5倍 那任何 这个儿童青少年的精神科的疾病 是4倍 那大麻的滥用是3.8倍 那一个人如果是有精神观嫩症 比如啊 到处痛啊 有点焦虑啊 大概是3.7倍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最后五张的投影片 我们来简单看 那这代表什么 又有什么隐含的意义 我们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文献 它是在发布在这个 Molecular Psychiatry上 它是精神科260本 所谓国际 就是期刊当中排名第三 在今年的1月 它发布 就是根据192篇 车友的精神疾病 流行病学调查 它把它做一个统合分析 他们想要看 各种不同精神疾病 它是在几岁 是它发病的中位数 那我们刚知道 有饮食疾患的青少女 他们是自杀高峰眼群 自杀的身亡率 是一般随便抽样调查的人的23倍 那他们高发发年龄是什么 是15.5岁 15.5岁 那这边也可以看得到 强迫症呢 它发病中位数是14.5岁 那这边是焦虑症 焦虑症的发病的 这个高峰 一个是5.5岁 这是分离焦虑等等 另外就是15.5岁 另外我们耳熟能讲的 思觉失调症 它发病的中位数是几岁呢 是20.5岁 那情绪障碍呢 包含我们刚看到的 忧郁症啊 还有双急急患 就是躁郁症呢 也是20.5岁 所以统合 把所有的家总在一起 所有精神疾病 它的发病中位数是多少 是14.5岁 大概什么时间 国三高一 大概就是这个阶段 所以为什么在高中 还有大学的时候 会有越来越多人 有所谓的特殊身份笔当中的 精神 这个 列管 这是因为 其实青少年这段 确实也就是这个高耗发的风险 年龄 所以我们这时候 如果在学校的教材当中 或者对父母 有更好的卫教 那大家就会意识到说 有这样相关的双方 就要赶紧的去就医 赶紧去就医 好 最后最后 以下是今天的关键讯息 第一年的这个 COVID-19一起期间 台湾的自杀率是下降的 但是老年人的自杀死亡率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持续关注 那第二 媒体报道的方向 对敏感脊弱族群 其实扮演着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第三 社群媒体还有影视剧 对青少年人 年轻成人的精神健康 还有他们的压力 因应行为的影响 还是要持续的密切观察 然后最后则是 常见的精神疾病 号发 他们的中位数 发病中位数 就是青少年还有年轻成人 连同家暴 他们都是自杀的重要危险因子 所以自杀防治 我们共同都要关心 以上是今天第一场的报告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